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周三周四冷空气会逐渐减少 但周末还会再迎来新一波冷空气 周日热到可以穿短袖 不过来到周一温度就急转直下 下降了10度 尤其在北台湾是十分有感 不少民众纷纷穿回了长袖 甚至穿起后外套 而这一波又湿又冷的天气 预计要到周三才会逐渐回温 我们周二一整天是属于 整天比较偏湿偏凉的状态 可以看到北台湾白天的气温回升 是相当不明显的 我们预估在整个北部东北部 白天的高温只有17到19度左右 周二周三预估这两天的低温 要比较留意的 像是在中部以北 以及东北部东部 大概下滩会来到13到15度左右 这波冷空气接近大陆冷气团等级 周一温度从早到晚是一路下降 北部和东半部地区呢 也会有陆续的降雨 由北而南则是风力会明显增强 高雄以北恒春半岛等地的风力 甚至堪比青台等级 那以这波的水性呢 其实主要是影响在中部以北 和东半部地区 所以可能在今明两天 我们中部以北的高山区 那3000公尺以上 或甚至3500公尺以上 气温比较低的地方呢 是不排除有些出现降雪的几率 在这一波接近大陆冷气团的 冷空气过了之后呢 预计还有下一波的冷空气 会在周五的时候南下台湾 而强度上呢 会比这一波要来的弱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摩 曾新敏 台湾 台北报导 加点话题 台湾与立陶宛宣布互设代表处 上周台湾代表处正式揭排 然而21号中共报复 喊出降级对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对此立陶宛无惧 强调有权扩大与台湾合作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 立陶宛在对抗威权扩张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看到并敢配立陶宛的道德勇气 他抨击中共不应该如此霸道 蛮横 中共外交部11月21号宣布 因为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 中方不得不将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 并威胁说 立陶宛政府必须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立陶宛对中共的做法表示遗憾 立陶宛外交部当天回应说 立陶宛重申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同时也有权扩大与台湾的合作 包括接受和建立非外交代表机构 以确保务实的关系发展 台湾陆委会当天也回应说 台湾与立陶宛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 这是国际社会成员交往的基本权利 并非中共所称的内政事务 北京无权置会 陆委会还批评说 中共破坏国际关系原则 损害台湾人民国际生存空间的行径 蛮横不堪 依据维也纳公约 派驻国外使馆的外交代表分为三级 也就是向驻在国国家元首派遣大使公使 以及向外交部长派遣代办 因此代办低于大使和公使 是较低层级的外交代表 中共报复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宣布降级对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最新消息 立陶宛外交部在当地时间21号发声明宣布 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 将在11月23号至25号访问美国华府 声明强调立陶宛预计将在访问期间 敲定与美国净出口银行签署高达6亿美元 约168亿新台币的出口信贷协议 声明指出 蓝斯伯吉斯将参加华府的立陶宛 美国印太问题战略对话第一次会议 他还将会晤美国国务次卿费南德兹 讨论扩大双方互利 特别是在雷射半导体生物技术 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展联合投资项目 日媒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准备在11月29号左右 在日本举行面对面会谈 双方除了讨论半导体供应链问题外 也将就台海和平稳定进行磋商 欧盟已经在9月发表强化对台关系在内的 第一份印太战略具体方案 提出在半导体领域与日本和台湾合作的方针 而岸田近期则提出经济安保政策 因此两人可能就强化半导体等战略物资的供应链展开讨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9号公布高达55兆日元的财政刺激方案 尤其也将投入强化半导体晶片制造领域 日媒报道称 日本将编列近68亿美元的预算 除了开发新世代晶片 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渴望成为首批补助的受贿对象 日本政府将推出时尚最大规模经济政策 合计55兆日元等同4800亿美元公共支出预算 除了提供民众现金援助产业补贴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 日本也将大手笔编列预算 支持国内发展半导体 包括投入1100亿日元 用于5G新世代晶片开发 6171日元投入支持国内晶片生产 首批补助社会对象 就包括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台积电日前宣布 攜手Sony在日本雄本设立特殊金援厂 日本政府就与诺补贴费用多达50% 也让台日合作更取紧密 日本内阁26号预计批准这份追加预算 立平年底前获得国会通过 很多国家因为要争取半导体的投资 所以都提出高额的补贴 来吸引半导体业到他们的国家去 那对台湾来讲 台湾就是一个全球生产供应链 最完整的国家 生态系也最完整 这是为什么台积电的先进制造 要不断的在台湾投资 王美华表示 政府要做的就是做好各项基础建设 强调稳定供电 让半导体产业持续发展 台积电全球设厂的同时 也定调先进制程跟流台湾 计划新竹宝山设立2奈米晶圆厂 更传出1.8奈米 也就是18奈米即将落脚台中 新台来电视 林玉堂 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韩联社报道 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 日前已与美国白宫高层会面 就解决全球供应链问题的方案 美国联邦政府为半导体企业提供优惠的方案等 进行了讨论 并预计将在美国21号 22号公布美国新厂设置地点 据日经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将启动新的国防采购审查程序 增加对飞弹、船舰和其他设备供应链的检查 防止敏感讯息外泄至中共 中国通讯设备大厂华为可能首当其冲 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将在23号登场 经济部长王美花22号表示 对话属性为经济战略合作范畴 将在供应链、数位经济、5G等展开讨论 不会谈极含莱克多巴胺猪肉议题 中国央行顾问刘世锦表示 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准滞胀情况 经济成长增速偏低 而生产者价格涨幅过高 他并预期今年第四季GDP年增率可能低于4%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一伦在公投立场定调四个同意 但部分县市长表态不停重启核四公投 媒体报道党中央事前未与地方沟通 尤其极具争议的核四议题 也未与新北市长侯佑协调 县市政府好像有传出说 觉得主席没有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公投议题 尤其核四的部分好像没有跟侯市长沟通 我们针对于民间团体提出来的这两岸 不管是藻礁不管是核电 我们的立场都是尊重予以协助予以支持 当然对于核电我一向坚持的 从过去到现在都一样 就是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侯市长跟我一起打拼 我们当时就是提出来这样的坚持 距离一二一八公投倒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进行最后冲刺 要加开500场街头宣讲 媒体提问是否有感民进党全党总动员 有危机意识 朱立伦回应表示 府院党结合起来用尽一切资源 国民党必须更团结更用力 桃圆市桂山区域间超商店员 在昨天清晨因劝导戴口罩 引发奖性男子不满拿刀刺死 被赶到现场的远警当场制服 目前嫌犯遭法院裁定羁押中 卫福部长陈时中今天上午在立法院表示 戴口罩政策暂时不会改变 有一些方便性上会在考虑 提醒劝导戴口罩 还是要以自身安全做第一考量 为什么要那么冲动呢 谢谢 有什么话想要对家属说吗 奖性男子未戴口罩 购买超商物品 被店员劝阻 第三次身长力刃进入超商 叫出店员 往其身上刺杀多刀 店员奋勇抢下刀刃后 在超商门外失血过多不知倒地 民众募集报警处理 嫌犯在离开时被赶到远警制服 店员进送一抢救后能宣告不治 目前能厘清案情中 全案依杀的最正办 戴口罩的政策 大概暂时不会有所改变 那有一些虚伪的 在方便性上面 那当然会有所考虑 那至于在劝导戴口罩 其实还是要 以自身的安全 做第一个考量 针对这起命案 桃園市长郑文参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这个不幸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 难以接受 他指出 我们要强力谴责暴力 尤其是仅因为凶贤未佩戴口罩 店员依规定劝导 就持刀杀害超商店员 这种残暴的行为令人发指 要求警方全力侦办 查明犯案动机过程 并以请司法机关从严求处 务必要给死者及社会清楚的交代 对于超商店员应劝导戴口罩遭遇突袭式的攻击 内政部次长陈宗燕说 江泽请警察加强夜间对超商的巡逻工作 希望提高见警率 以减少意外的发生 另外监察院秘书长朱富美 今天在立法院答寻师指出 已经有监察委员登记立案调查 来看到今天立法院的讨论 你说因为规劝你要戴口罩 而造成一个不幸的事件 我觉得这已经不单纯是 所谓见警率高不高的问题 而是说在整个社会安全化 甚至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有了破口 我觉得我们应该赶快 做横向的一些检讨跟探讨 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那每一个环节 其实我们把它检讨清楚 然后呢 做一个彻底的改进 才能让人民安心 对于这起超商电源命案 桃园地检署 今天会同法医进行解剖 厘清致命伤 受害者父亲表示 他觉得很难过与不舍 希望社会可以还家属一个公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 陈宇彭帅视讯 然而中共媒体持续封杀 北京奥运的反弹声浪 再升级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 预新科技集团迎接二十周年纪 为韩国三亿金工永久合作伙伴 提供各式工业零件 台湾制造 客制化服务 满足客户需求 预新生计 整合生计相关产品 荣博经济部优良成生 中国网球名将彭帅事件持续发酵 中共一面释出彭帅的影片 一面又将日本和美国媒体 对中播放彭帅的新闻断讯 金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称语彭帅视讯三十分钟 不过外界质疑声音人高 WTA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说 试图透过各种管道联系彭帅 但一直找不到人 法国与日本外长也关注彭帅的安全 这也让中共举办北京奥运的阻力再升高 国际奥林批克委员会二十号才表示 非常担心中国网球选手彭帅安危 二十一号就在官网上 公布了一张奥委会主席巴赫 与彭帅视讯通话的照片 并在声明中表示 两人通话三十分钟 彭帅说明他现在安然无恙 人在北京家中 希望各方尊重他的隐私 不过这张照片并没有减少国际 对彭帅人生自由和安全的担忧 大国外交部长乐德里安和日本外相林芳正 二十一号相继公开 他们正在关切彭帅在哪里 是否能自由对外发声 即使中共党媒在推特上 释出了好几段彭帅的画面影片 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二十号声明指出 仍然不清楚彭帅是否自由 是否能够在没有被胁迫或被干预的情况下 自行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 WTA主席兼执行长西蒙上周告诉 《时代》杂志已经试过各种管道 但一直无法联络上彭帅本人 在美国考虑以外交方式抵制北京冬奥的同时 周日有消息出来 英国正在与五眼联盟盟友商讨抵制北京冬奥 专家分析彭帅事件将成为另一把火 带动全球抵制冬奥 《泰晤士报》周日报道 在中共的人权问题和迫害异议分子的背景下 英国正在与五眼联盟盟友商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后 英国首相强森也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专家指出将国家政要的不出席 称作外交抵制是第一次 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 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表示 中共一向将大型运动赛事 视为进行大外宣 大内宣的好时机 因此美国抵制东奥 对外交关系已经四面楚歌的中共杀伤力很大 他预估美国宣布抵制的时间点 可能会选在12月民主峰会后 会上美国可以与英国 澳洲 日本与印度等国 聚焦中共侵害香港 西藏 新疆 以及危害区域安全等议题 一起商讨对这次东奥采取的做法 郭玉仁教授还认为 近期的彭帅事件成为另一把火 对全球抵制东奥带来巨大影响 如果国际运动员自下而上 对中国的人权现况发声 主动不参加冬奥 带来的作用胜过美国政府出面阻挡 日前体育界多方发声支援彭帅 要求调查彭帅的性侵指控 以及他本人的安危和下落 除了国际网球总会和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球王乔科维奇 球后大阪执美 克莱斯特斯 美国名将小威廉斯等等都群起发声 彭帅在哪里的标签 也获得网友的广大回响 外界认为 彭帅事件将引发全球对中共人权更广泛的批评 抵制北京冬奥的声浪也将更大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总和报道 这本主办的年度联合军演 21号到30号与美澳洲 德国加拿大五国海军 在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联合高端战术演习 德国军舰20年来首度参与 21号中共军机深入侵扰台湾东南方 台湾执政党国会议员解读 五国的目的在反制中共 表态台湾并不孤单 而他们透过这次的军演 就是来告诉中国 你不应该在情绪妄动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应 中国的航母的一个扩张 屡屡在台湾东部的外海 宣示把台湾海峡内海坏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认为台湾也是中国的这件事情 做出最有效的一个反制 那我想这些国家 透过民主同盟的机制 也是要让中国知道 台湾并不孤单 对于这些国家来讲 主张南海太平洋 或者是台湾海峡周遭 是一个自由航行的区域 这是这几个民主国家 唐息的一个主张 那对台湾政府来讲 我每次支持这样的主张 从美方照片上 五国至少17艘军舰参与军演 包括两艘前舰 以及配备F-35C战机的 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美军新闻稿告表示演习项目 包括通信战术演练 反潜作战 空中演练 海上补给 跨舰甲板 飞行演练 以及海上拦截 五国海军通过综合的水面和空中作战 进一步提高印太地区的集体作战准备 海上优势和力量投射 第一航母打击群少将指挥官马丁表示 保持灵活持久的联合力量 能在需要的地点与时间快速投射力量 台湾军方21号也发布消息 9架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其中两架轰溜军机 深入台湾南方及东南方空域 丹麦驻华大使馆11月19号表示 丹麦驻重庆总领事馆 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撤馆 总领事馆官方微信新闻稿表示 由于行政原因 从2021年11月18号起 该总领事馆所有业务移交丹麦驻华大使馆 中共市场监管总局20号上午公布 对43起未申报违法实施 经营者集中案件立案调查 涉案公司包括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京东等多家互联网巨头 通报称上述案件均违反了反垄断法 并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中共19届六中全会闭幕后 中共中纪委密集通报15名高官被查 其中两人来自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阵敌 曾庆红的家乡江西省 另外有一名江西省官员 被省纪委通报调查 今年以来 江西省已经有40多名官员相继落马 因为报导武汉肺炎中共关押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 持续受到国际关注 联合国呼吁中共应该立即释放张展 并且呼吁各国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采取的应急措施 包括言论和媒体自由控管都不应带有歧视性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11月20号晚间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纽泽西州立剧院的第一场演出 全场爆满 独立音乐人罗宾逊先生赞赏演出的高水准出神入化 内涵启迪人心 让他对人生更有体悟 纽约独立音乐人 歌手词曲创作者Phil Robinson对成功结合了东西方音乐精华的神韵交响乐团赞不绝口 认为现场音乐的高水准出神入化 Oh, it was, uh, they are fantastic I did, I'm sitting in the orchestra section So I'm actually able to look down and see each individual player And they are just as fun to watch as the performers on the screen And see the sound You know, when we see movies, we're so used to everything being recorded It sounds perfect So it's easy to forget that there's actually human beings sitting there Making this magic in front of you It's fantastic I personally, I'm very drawn to lyrics So I think my favorite, one of my, I was very happy to have the singer Robinson有为欣赏神韵艺术家们展现出的信仰的力量 There's this spirituality, there's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there's like the oppression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that, you know, like you can't defeat the human spirit So if a performance like this would not be permitted in China But it could flourish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kind of educate people here So I think it's inspiring to see that nothing is going to defeat the human spirit 觀看神韵演出也让Robinson獲得启迪,对人生更有体悟 So something like this, considering thousands of years of story And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in China And the history up until now I do feel like I have an enriched perspective So just that the present life that we're all in is the current incarnation of something that's been happening eternally backward and eternally forward And we're just a link in the chain of this Robinson也是文艺团体紐约文化圈的创办人之一 在曼哈顿经常定期举办各种演出 他最后向神韵艺术总监致敬 Congratulations, I sit there at my desk And sometimes it takes hours to get a good minute Enough notes, the music to come out So I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t blows my mind I'm so impressed that you followed through with your vision And all these disciplines Congratulations, and you are a fine human being 新唐人记者李新陈雷,新泽西报道 焦北京降级外交关系 立陶宛获得欧盟力挺 立陶宛议员说共产主义中国无权向民主世界发号施令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Or one 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阻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他们制造专专业第一 国外优胜油风 优胜油风 诶,母啊 优胜在那个蚌楼上面说 要挑一间房子呢 是无量无量啊 寂寞不寂寞,不要买蚌了 要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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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21号中共报复立陶宛 喊出降级对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对此立陶宛无惧 强调有权扩大与台湾合作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说 外界敢配立陶宛的道德勇气 相信立陶宛一定是扛得住压力 加上欧盟、美国等国所给予的支持 他说台湾与立陶宛的关系 将会越来越好 那立陶宛在对抗威权扩张的 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看得到了 那立陶宛的这种道德的勇气 大家也非常的感佩 那有关于中国降级这件事情 中国的这个做法是不应该的 不应该如此霸道难恨 21号 中共外交部宣布 因为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 中方把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降到代办等级 对此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 批评中共霸道 蛮横 而在中共宣布外交关系降级当天 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就出面表示 与台湾建立关系没有与一个中国政策有任何冲突或分析 务实发展 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里欧尼斯接受波罗的海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北京应该明白他对立陶宛越强硬 整个民主世界就会越团结反对北京 立陶宛国安级国防事务委员会成员 薩卡利埃内也表示 共产主义中国无权向民主世界发号施令 也无权限制我们选择与谁交流 立陶宛有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也告诉中央社 北京的做法只会催生反作用力 另外对于立中议题 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表示 今年夏天以来 立陶宛面临中方持续的胁迫措施 欧盟都支持立陶宛 欧盟也不认为台湾社畜违反欧盟的一中政策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喜玲综合报道 会之下护航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亚太电视五件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唐杰安 再会 有一种力量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换卫民主自由 忠实传递真相 坚守道德良知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始终秉持公平与正义 为您拨开乱世的迷雾 台湾的未来需要您